苏 快 你们都下去吧 这要亲自发 这 皇上 你真的要打奴婢啊 不然呢 这次要是再不罚你的话 你都要上房接瓦了 君无戏言 这是你自己说过的 过来 爬起 好吧 不就挨几下板子吗 打就打 等等等等 皇上 要不然咱俩商量一下呗 您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假打 行吗 你刚才那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英雄气 该哪儿去了 不如啊 不如啊 你给朕认个错 跟朕重新许个大小 让朕做老大 你做小弟 那朕就饶了你 嗯 不行 我从小都是老小 好不容易捞个老大当 事可杀 不可辱 打吧 行 那你就好好忍着 别鬼哭狼嚎的啊 绝对不出一声 我真搞了 我说呢 平时离你蹭跪点儿 天真狠狠狠狠狠狠的 今天像换了个人生 原来有这个东西 还给我 还给我 什么东西 大清那条律法规定了 奴才败打的时候 屁股里就不能垫垫子 还给我 你怕下 板子还没打呢 皇上 你难道真的要打 奴婢四十大板吗 皇上 您看你这板子这么大 你要是真在我屁股上打 那我屁股不得开花了 能不能打个折呀 半折 对折 二十下 不行 四十大板 一下都少不了 那要不然就 四折十五下 算数先生 是被你活活气死的吧 四折一十六 皇上英明一十六下 那我们就决定了 就打我一十六下 谢谢皇上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想给朕下套啊 我告诉你 四十大板一下都少不了 等一下等一下 又怎么了 您看是这样的 如果硬打我四十大板 都打在屁股上 我是个女孩啊 半个月都起不来 走路一瘸一拐的 多难看 要不然换个地方打 也是啊 先把你屁股打坏了 你这半个月下不了床 朕这也没人刺啊 行 你先起来吧 谢皇上开恩 这个屁股打不了啊 手总打得了吧 把手伸出来 皇上你干嘛呀 又要打我呀 行了 别废话 把手伸出来 我不 右手要做事 左手 快 疼 疼 疼死我了 你可是真英雄啊 这声音都传到紫禁城外面去了 奴婢是假英雄 真怂包 如果皇上行的话 你试试啊 你不叫我就扶你 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朕顶嘴 之前皇上说刘德彰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 我看皇上还不如他呢 刘德彰虽然欺赏蛮虾 贪赏王法 但他对自己的女人从来不大 他对他女人很好的 你又不是真的女人 为什么这样护着你呢 还是说你愿意做真的女人 说呀 说你愿意做真的女人 皇上还是继续打吧 奴婢绝对 不出一声 你要哭就哭出来 别憋着 装什么英雄 奴婢不想装英雄 奴婢只是装不了皇上的女人 皇上您这是 您这是不打了呀 还是改日再打呀 把手伸出来 给朕看看 把手伸出来 不是朕想打你 朕如果这次不罚你的话 朕怕你将来 越来越无法无天 朕要做出什么事情 连朕都保不了你的时候 那朕就真的后悔都来不及了 可那这次真的是大众了 都疼死了 你 你 好了老大 别哭了 你哭起来的样子真是丑极了 还丑呢 我现在连脸都没有了 你把我手打成这么丑 我以后怎么见人啊 你赔我你赔我 好了 好了好了 打几下手也哭 这个是啥 只有你一个人 会把朕的龙袍当麻布 行了 别哭了 你还真赖上朕了 打的人就想跑啊 去给你拿药啊 把手伸出来 还疼吗 我疼 我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我看你长得丑 怎么样 好疼了吗 好疼啊 老大 就是打了几下手板 正在心里有数 别撒娇了 不是手头 是头好头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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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 快传太医 听说这被你飞上了 这不是什么什么的 好疼啊 一会儿怎么还醒不过来 是 是 师叔姑娘 这 这头疼的毛病 是 是从娘胎里 带出来的晚起 微 微臣无 无能感 一群没用的东西 朕就问你她这个病严不严重 这要听实话 此病 十分罕见 只有古一书上有记载 若 若是义欢姑娘能 能醒过来 便能 风 熏 化 起 听你这个意思 她有醒不过来的可能 过了今晚 如果明天义欢姑娘还没醒 恐怕就 就怎么样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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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让你们太医院去会诊 你们听好了 她今天要是出什么事 你们这帮人一个都活不了 滚 是 是 是 朕 救她 还没见好啊 快 给她喂上 好 快 欢儿 这药再也不中你发脾气了 哎呀 师叔姑娘 根本就没办法吞药 喂 喂 接着喂 哎呀 喝呀 哎 行了 走走 不要给我 去 赵儿 喝点好不好 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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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 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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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娜 别睡了 好 其实朕知道 你不信我了 定是因为你觉得朕还要罚你 对吗 说实话 刚知道你矫照的时候 朕的心里真的非常生气 朕气的不是因为你放过了刘德昭的家人 是因为之前欧白他也总是矫照 他一直把朕当成一个傀儡皇帝 所以 自从朕清正以后 绝对不再允许任何人 挑战朕的黄雀 刚知道你矫照的时候 朕的心里满是怒润 但是现在 只剩下担心 甚至是害怕 你知道吗 朕自八岁登基以来 经历过无数的危险 哪怕在秦南傲拜的时候 都没有真正的害怕 但是这一次 朕真的怕 老大 朕真的不能没有 要是为了你的话 朕只是一个帝王 朕是一个孤家寡人 真正的男人 是一个完整的人 老大 朕是天子 朕那话是金口鱼鱼 朕现在就赦了你过往所有的罪 只要你醒了 只要你醒 你醒醒的 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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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有一个头疼的隐旗 这病起来吧 简直妖人命 我爹呢 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 所有郎中都说无药可治 只有一个郎中 说可以治 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 而且是个药引 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 什么药引这么难找 你告诉这儿 这给你找 这个药引就是 龙珠 龙珠 什么什么珠 就是皇上的眼泪啊 就是您的眼泪 室的光速 冬孝爹 老大 老大 你终于醒了 朕不是在做梦吗 扶我起来 龙小爹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 你是不是一晚上没睡 一直坐那儿守着我啊 你还说呢 这都差点被你吓死了 太医说了 今天你要是醒不过来的话 可能就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咱们可是对着月亮发过誓的 说要同声共死 你还活不下去不打击 你让是朕也活不下去啊 所以 你真的一晚上没睡啊 又不是第一次啊 朕呢 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很多钱 说吧 你要怎么报答朕 要不然 以身相许吧 那朕就勉强收了你吧 什么以身相许啊 什么以身相许啊 要不是你打我 我也不可能救病复发 你居然敢矫正 朕还不能打你一下啊 疼呀 疼 疼 宣太医 快宣太医 宣什么太医啊 不是这儿疼 是这儿疼 我 手怎么红成这样子呀 朕给你吹吹 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纸老虎啊 这么不尽大 朕得换个法子来惩罚你 其实小的时候 我偷懒不肯学习 师父跟爹就是这样罚我的 但我基本上都是 一哭二闹三上吊 就躲过去了 也就是说 朕这一次 也是差点上了你的当 怪不得你的记忆子而不经 跟你哥哥比起来差远了 在家有朱哥哥 在外有龙小弟 我干嘛还要学啊 老大 老大 你终于活不乱跳 又可以跟朕定罪抬岗 真好 朱哥哥 对不起 我是下了决心不要再理龙小弟的 可是 可是我身不由己啊 龙小弟 我能不能不吃药了 你看我好了 真的好了 不行 这是圣旨 可是我哥说这种药根本没用嘛 我的冰喝这种药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谁说没用的啊 昨日夜里要不是朕口对着口 帮你度药 只怕你今儿就醒不过来了 口对着 口对着口 哦 那也就是说 你昨天哭了 你不是很难动情的吗 你最近怎么这么容易哭了 这这这没哭 谁说取龙珠就一定要哭的 这你自己也说过呀 一碗辣椒汤足以啊 龙小弟 您放心吧 这碗药 我一定会好好喝的 不过在喝之前 我要一碟蜜芥 一碟草糕 一碟桃酥 再来一碗糖正乳了 不是 老大 你这病刚好 吃这么多行吗 你可以怀疑我的任何一项技能 唯独不能怀疑我的吃果 也是啊 朕的这些后宫女人里边 别人都是吃了几口就饱 你呀 是吃饱了还能再吃几口 这样 去穿一碟桃酥 一碟草糕 一碟蜜芥 还有一碗糖正乳酪 真饿 多吃点 谢谢龙小弟 您实在吃不下 要不然我再一口一口的 喂你啊 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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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真是要把朕给吃穷啊 嗯 现在可以喝药了吧 哦 嗯 快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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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怎么吃个药都这么麻烦呀 那你小时候病发 啊 家里又买不起这些东西 那可怎么办啊 很简单啊 捏住我的鼻子 使劲软里灌呗 这个办法好 那朕以后就这么对付你了 但是 我喝进去以后 就会把药全都吐出来 因为药实在太苦了 这个时候啊 我的猪哥哥看我难受 就会上山帮我采很多野蜂蜜 但野蜂蜜没那么好采到 每次他采完以后 满脸被钉的都是帮的 林爱卿对你是真好啊 说实话 朕也像有这么一个哥哥 可是在这紫禁城内 所有的兄弟姐妹 都是靠不住的 老大 你这手还没好 就别逞能了 能好了再秀呗 那怎么行啊 我喝了你的龙珠 我得有点回报啊 算你有良心 你这秀的是什么呀 那么难看啊 不愁 我秀的是两个人 两个人 一男一女 你秀的是一对夫妻啊 不是 他们两个是兄弟 那朕明白了 你秀的呀 是你和朕 对吧 那你现在还觉得丑吗 不丑不丑不丑 男的就女的美 好了 大功告成 这可是老大我生平做的 第一个女工 我送给你 你 你擦擦什么呀 老大 你这个秀工实在 实在是什么 不是老大 你这个 一面秀着两只肥鸭 一面吧 秀着一对丑人 这平生第一次收到 这么有趣的礼物 龙小弟 这个荷包里面可以装香 可以屈虫防纹 贴身醒脑 你会把它带在身上吧 老大 老大 这个荷包 小弟贴身藏着就行了 若是公然挂于腰上的话 是不是也太不成体统了 老大 老大 你是不是生气了 没有啊 你是皇上吗 皇上带这个肯定有失梯头 而且我也丢不起这个人啊 你终究只是皇上 不是我的龙小弟 在你心中 我对你的意义 终究也不过是有趣吧 太皇太后那边有消息了吗 太皇太后 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但心里却对你很不满 只不过她是碍于皇上的面子 隐忍不发 义婚 你可千万要小心哪 不要以为皇上宠着你 你在这宫里就万事大吉了 我在这宫里待了一辈子了 什么样受宠的嫔妃 我没有见过呀 但最终结果怎么样 都是下场凄惨哪 多谢叔父提醒 我知道的 等我找到童夏以后 我就会离开这里 再也不会出现在皇上面前 如此最好 所谓半军如半虎 你跟你哥哥啊 还是急早抽身才是上策 对了 你们走之前可千万别忘了 把那大不完的解药给我 放心吧叔父 没准我们走的时候 我哥哥已经研制出 彻底解除大不完的解药了 嗯 不过 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童夏 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一环 有句话 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在这个宫里 您是我最信任的亲人 叔父有话直说吧 要说有人潜入这深宫之中 去调包童夏 那是绝无可能 若是这宫里的人 那什么样的奇珍异宝没有见过呀 怎么会对一个毫不见的童夏 费这么大的劲啊 所以 调包童夏之人 毕竟知道这个童夏的秘密 可是在这深宫之中 知道童夏秘密的 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一环 你们兄妹在这宫中 是否还有其他的同伴 他们会不会知道童夏的秘密 如果有 那调包之人 会不会是你们自己人 你先慢慢想 我得赶紧去伺候太皇太皇跟皇上了 嗯 真是奇怪 究竟是谁呢 怡欢 谁 怡欢 怡欢 有大师兄啊 快啊 难道是 薛姐姐 可是 薛姐姐 我用这个狗尾巴草 给你编个小花篮吧 好啊 你怎么了薛姐姐 你好像有点不开心啊 哦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在担心朱哥哥对不对 你放心吧 这次呢 六位师父集体出动 去协助朱哥哥完成任务 一定非常顺利的 一定非常顺利的 不是啊 我不是在担心大师兄 是昨天皇上来永和宫看了吗 他说 他说什么 他说 等书箭百日继承一过 就要真的灵性王 让我给他生猛子 那 那这个怎么办呀 薛姐姐 只要我继续留在宫里 这是迟早的事情躲不过 现在只能希望 能够在书箭百日继承之前 找到童霞 完成任务 这样我就能出宫了 薛姐姐深爱着朱哥哥 如果童霞在他手上 他肯定逆可马上撤离 也不会接受康熙的灵性 但若不是他 难道是 六师父 六师父 反正现在人都出去了 你赶紧坐下吧 欢儿 这是在紫禁城里 不是在咱们明珠谷 这里可没有什么师父徒儿 这里啊 只有这丽贵人 欢答应和雪萌萌 只要记着这一点 你的言行 才不会露出破绽 记住 要尽快适应这宫中的生活 谨言慎行 以及已完成任务为主 童儿记住他 你看你 还在自称是徒儿 只要是被宫外人看见了 宫里人知道 你会惹出大麻烦 六师父 一直都很疼爱 薛姐姐和我 对朱哥哥也很爱护 他干嘛要偷走童霞呢 他 难道他 他就是敖拜派遣 在我们明珠谷的那间 你们先退下吧 我和世叔姑娘说些私访话 是 薛姐姐 什么事啊 是不是我爹跟朱哥哥 他们有消息了 不是 他们的消息倒还没有 嗯 是咱们俩姐妹啊 好久都没有在一块儿 吃饭喝酒了 所以今天 姐姐我特意亲自下厨 做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 来 快尝尝 有狮子头啊 嗯 吃一块儿你最爱吃的狮子头 谢谢薛姐姐 红烧的 薛姐姐下厨 那手艺自然不用烧了 肯定好吃 怎么样 好好吃啊 就这个味道 薛姐姐 从小到大 你跟诸位师兄师姐 老是这样宠着我 会把我宠坏的 会把我宠坏的 唉 我这些天一直在想 如果我们不是生在 这个朝代更迭的时代 而是生在太平盛世 那该要多好啊 嗯 生在什么时代啊 可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和大师兄 永远留在明珠谷 春天赏花秋天赏玉 难耕女之 不管外面是什么朝代 就这么一辈子与世无争 快快乐乐的生活 那该有多好啊 薛姐姐 你今天好多愁善感啊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 我只是很怀念 咱们在明珠谷的时光 想念我们的小伙伴啊 如今 就咱们两个在宫里 今天的月色又这么美 咱们俩呀 好好地喝酒赏赏月 来 今晚咱们 多喝几杯 来 今天 皇上又来看我了 我看得出 皇上今天的心情啊很好 前些天你跟他冷战 皇上也整日愁眉苦脸的 这宫里上下 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的 生怕惹到皇上 看来 能让他如此伤心的 也只有你一个了 薛姐姐 能不能别跟我提皇上啊 你也跟我提他 我心里就乱糟糟的 不行 我就要跟你提 今天我叫你过来 也是要劝劝你 咱们都是明珠谷的人 和大清的皇帝势不两立 你和康熙是永远都不可能的 我知道 等我们找到佟霞以后 我们就撤出紫禁城了 那个时候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徐姐姐 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嗯 等朱哥哥回来 能不能别把这两天 我跟康熙的事告诉他呀 大师兄 那么深爱你 我跟他说这些 不是故意伤他的心吗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他的 小师妹 你和大师兄 才是命中注定的姻缘 好好待他吧 放下康熙 嗯 我一直在努力放下他 可是学姐姐 你心里 可曾放下过朱哥哥 快了 很快就要 彻底放下他了 既然 我们改变不了命运 那就试着去接受他 也许有一天 你会发现大师兄的好 你也会爱上他的 驾 驾 啊 徐姐姐 快过来看啊 今天的月亮好圆啊 还真是啊 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今天真是格外的圆 月有阴晴圆缺 人有悲欢离合 我们姐妹俩 再这样无忧无虑地 饮酒作乐 不知要到什么时候 薛姐姐 今天李公公来找我了 告诉了我关于佟霞的 重要线索 我相信没有多久 我就能找到 通汉佟霞的人了 哦 有线索了 那这个人 他也在皇宫里吗 这个人不光在皇宫里 而且是我们女子 特别熟知的一个人 是谁呀 薛姐姐觉得 他应该是谁呢 其实我很早开始 就怀疑过他 只不过 我拒绝去声响 直到今日 我都不忍心怀疑是他 好 小师妹 今日我叫你过来 也是要告诉你 关于佟霞的线索 那薛姐姐先讲吧 小师妹 你知道吗 其实啊 我特别羡慕你 你的亲爹靖王疼爱你 师掌门宠着你 师兄师姐也都护着你 更有大师兄那么深爱着你 你真的好幸福啊 是啊 我也觉得我好幸福 可是我好害怕 我的这种幸福只是一种假象 会有人来打破的 不会的 你生来命就好 姐姐祝福你 要永远幸福 谢谢薛姐姐 不过 我不希望我一个人幸福 我希望 我们姐妹两个都可以幸福 会的 我们都会幸福的 其实在咱们这些兄弟姐妹里 我和大师兄 最是同病相怜 我们都是 从小父母双亡 又都肩负着 非常沉重的责任 我们一直撑得好辛苦 是啊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一样 小师妹 你真的要听姐姐的话 好好对待大师兄 不要让他难过 也别让他伤心 别让他失去 这最后一份之仇 祝你们幸福 干杯 来者和人 请 李太医 师叔姑娘呢 一飞娘娘和师叔姑娘 在永和宫喝酒呢 徐姐姐 你哭了 我是感动的 睫毛好像刺到眼睛里了 没事 来 咱们继续喝 徐姐姐 你现在可以说出 佟霞的事了吧 不急 喝完这杯酒啊 姐姐在慢慢跟你聊 干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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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周哥哥 宝妹 你没事吧 没 这酒你喝了没 她已经喝了 你来晚了 她已经喝下了我为她准备的美酒 好 看来你全都知道了 是 我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 除非你亲口告诉我 周哥哥 本来义父让我不要说破的 但既然你已经对她下手了 那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皇妹 我们这次在颠都的行动 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吴三桂在我们明珠谷安插了奸细 而这奸细 就是六师傅 还有青城 徐姐姐 周哥哥说的都是真的吗 是你拿走了铜下 上交给吴三桂了是吗 不错 那你今天要我过来赏约喝酒 是为了除掉我 对吗 王爷要我杀你 我不得不这么做 所以我在酒里下了毒 把解药交出来 这是王爷秘制的决命单 没有解药 周哥哥 不要 把解药交出来 我说过 这是绝命单 没有解药 你 你心爱的女 注定要死在你的面前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杀了你替她报仇 徐姐姐 如果医患有什么意外的话 不会放过你 能死在你手上 是我最美好的结局 大师兄 小师妹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幸福 徐姐姐 徐姐姐 大师兄 不愿意 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虽然晚了几天 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 里面有一封信 你看 就都明白了 当大雪尽城淹没来世的路 望天明还来不及摩托 镜长 镜长 我学家有七十余口人 都命丧明君铁器 尽我与小弟二人性命迷难 被师父收养 师父 我学家有七十余口人 都命丧明君铁器 尽我与小弟二人性命迷难 被师父收养 师父带我入明珠古时 将小弟送往了平夕王府 换走通霞 在山西逃亡途中通风暴行 都是我为保小弟性命 不得已而为之 平夕王要我杀了小师妹 我不忍下手 又不敢抗命 此来想去 唯一之法就是我来赢下独角 再由小师妹向康熙揭穿 我乃吴三桂奸细之心 那么我就不是抗命 而是身份败露畏罪自杀 小弟的命方可保全 而我之死 还能换来康熙对小师妹 进一步的重新 亦能激化康熙与吴三桂之矛盾 也算我对咱们过往情侣的 一点小小的报答 青城身世凄凉 但在明珠古中一段岁月 是青城此生最快乐的时光 能与大师兄相识相知 青城不枉此生 你们大婚那一天 我是等不到的 替小师妹饮下这杯毒酒 就当是我提前喝你们的喜酒吧 青城绝毙 没想到雪姐姐这么可怜 她对你爱得那么深 又那么卑微 临死才敢说出来 雪姐姐 雪姐姐你醒了 你醒了 青城 我死了吗 我这是在哪儿啊 我不是已经死了吗 你才没死呢 这是在你的永和宫啊 对不起 青城 我不知道 你有这么多苦衷 可我明明喝下了那杯毒酒啊 怎么回事啊 酒你是喝了 但是你没有喝毒酒 那杯毒酒啊 杯我给换了 什么 月有殷勤圆缺 人有悲欢离合 我们姐妹俩 在这样无忧无虑地饮酒作乐 不知要到什么时候 你早就知道那杯酒有毒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 看到那个壶 跟宫里平时的壶长得不一样 我就开始怀疑 我仔细一看 原来那个壶啊 叫做鸳鸯壶 它的壶盖上 掀着两块宝石 其中一块是绿的 有一块是红的 分别控制着壶里的两种酒 一个是有毒的 一个是没有毒的 当你按下红色的时候 那就是毒酒 当你按下绿色的时候 那就是没有毒的酒 其实啊 我也没有见过这种鸳鸯壶 不过我在六师傅的工具谱上 见过这种草图 所以我一看是鸳鸯壶 就什么都明白了 原来你早就在怀疑我了 其实 早在铜下被钓包的时候 我就怀疑过你 不过只是一闪念而已 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不相信薛姐姐你是奸细 后来我们一起去山西巡房 每次有风吹草动的时候 刘德昭都会提前知晓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一定是我们的人 暗中走漏了消息 但就算在那个时候 我也没有怀疑过你 直到今晚 你要我过来赏月喝酒 当我看到这个鸳鸯壶的时候 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既然你看到鸳鸯壶就知道酒里有毒 那当时为什么不揭穿我 因为我在等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 我想看一看 从小跟我一起长大 秦如姐妹的薛姐姐你 忍不忍心下手 你我之间的情意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当我看到 你把没有毒的酒给了我 把有毒的酒给了你自己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们两个之间的情意不是假的 是真的 小师妹 你可愿意原谅我 薛姐姐 你说什么呢 你牺牲自己保全了我 我怎么可能怪你呢 可是 你把毒酒换了我又没喝 那那杯酒 那杯毒酒啊 我压根就没喝 可我明明看到你喝了呀 不信 看 看着啊 好 姐姐姐 酒呢 不是要你喝了吗 是吗 酒在这儿呢 我明明看见你喝了呀 看吧 这是杯子对吧 杯子呢 哎 刚才还在你手里 你一定是藏起来了 在你身上呢 你是怎么做到的 义欢的武功跟暗器 样样学得杂而不惊 唯独这清宫跟江湖杂耍之术 在我们所有人之上 薛姐姐 当师父们给你安排进宫 这一计划的时候 当你在苦练歌舞琴祭的时候 我呢 就在明珠谷 跟那些杂耍师父们 练一些不瞪大雅之堂的 江湖杂耍 所以我才会这些啊 不过 刚才为了能够在你房间里 寻找铜侠 所以给你下了点迷药 对了 你的房间我已经找过了 没有找到铜侠 你是不是把铜侠 交给六师父 让他交给吴三桂了 不 我没有 吴三桂此人 凶残狠毒 如果把铜侠给他 集齐三把金钥匙 找到宝藏 那对我们老百姓来说 一定不是好事 谢谢你 请承 大师兄 你可别这么说 我已经没有脸 再面对你们了 小师妹 你不该救我 就像我信上所说 把我揭发给康熙 让我以死谢罪吧 别再说这样的傻话了 有什么困难 我们一起解决 我们永远 都是欺人 徐姐姐 你现在是不是在担心 你没有杀了我 吴三桂会对你弟弟不利啊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想办法 把你弟弟给救出来 清承 相信我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的弟弟 就是我的弟弟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他给救出来 嗯 嗯 谢谢你们 你 嗯 这个催命鬼 一天到晚就知道山首相抄地要钱 皇上 出什么事了 还不是吴三桂那个老匹夫 说什么自从诛杀了永利帝以后 在云贵之地 就不时有反清复明的人起命闹事 还要时刻防着缅甸内进攻 他只会不停地找借口 向朝廷索要巨额的军饷 巨额军饷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这张奏折索要军饷 五十万两 这张要二百万两 皇上 这吴三桂一年要军费到底要多少啊 大清现在一年的财政收入 也就九百万两 但每年的花费要达到一千多万两 其中有九百多万是支给吴三桂了 也就是说朝廷现在入不敷出 全都是吴三桂一手造成的 可是吴三桂这么迷目张胆地漫天要钱 皇上你不给他不就行了 行的 他要钱朕不但不能不给 而且还要一文不收 为什么呀 连欧拜你都不怕 你还怕一个小小的吴三桂啊 你懂什么呀 现在的三番 吴三桂有云贵 尚可喜有两国 耿京中有福建 他们三个要是连起来闹事 那朕的半壁江山就塌了 可是皇上之前 不是一直想撤翻吗 朕是想撤翻 但是要等待时机啊 在没有万全之策之前 朕不但不能撤翻 还要对他们加以封赏 笼络 可是现在山西结案 就能看出了吴三桂 对你有谋逆之心 要是再不敲打一下 他会更加肆无忌惮的 这山西一案 吴三桂确有谋逆之心 但是他只是在暗中进行 朕没有足够的证据 在朕做好准备之前 万万不能点燃这根导火索 但是朕 也不会一下子 就给他这么多钱 朕会借口说 朝廷赈灾 国库紧张 就先拨给他 五十万两万 既然龙小弟这么大方 那要不要先把之前那笔账 一起给我结了 哪笔账 山西赌方那次啊 大明那段 你们大清趁机占领了 大明的整个江山 老百姓刚刚经历了战乱 想过上几天好日子 可你们呢 朝中的权贵们搞起了圈地 各地的官吏 设立了各种的官钱 变相地收取各种赋税 你们这才叫做趁火打劫 一本万利的勾当呢 龙小弟 其实我的利息就是 显儿你答应我 曾经你说过的那些话 消除贵族特权 割除疾病 整顿励志 让全天下的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 朕一直记在心上 你给这三年时间 三年之内 朕一定做到 那 如果你骗了我的话 以后我就叫你 叫你暗活 那朕跟你说 这要是做到的话 这要翻身做老大 你做小弟 叶未定 叶未定 改正 不可能 我弟弟一定还活着 你们 你们肯定是在骗我 不 是那个吴应齐在骗樊倩营 师父跟我说过 我弟弟在平夕王府 活得好好的 个子都比我高 高了一头呢 卿城 吴应齐不可能骗樊师妹的 倒是吴三桂和六师父 他们一直在骗你 他们怕你知道真相以后 再也不会为他们卖命了 师父经常带给我弟弟的消息 说弟弟长高了 学会四书五经 开始学骑马射箭 可我每次要求去见弟弟 师父都会以各种理由拒绝我 原来我的弟弟他已经死了 原来我的弟弟他已经死了 可是我的师父他为什么要这么骗我 我一直视他为亲的 那么敬爱他 是他为唯一的亲 他却拿我当成棋子 为什么这么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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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姐姐 卿城 你弟弟虽然没了 可你还有我们呀 可你还有我们呀 这是在宫里当心被别人撞了 你们说得对 我弟弟虽然没有 但我还有你们 还有你们 还有你们 那既然我的弟弟已经死了 那我也不用再听命于王爷和师父 那我也不用再听命于王爷和师父 学姐姐 原来你把铜匣 就藏在永乐斋啊 怪不得在你永和宫都找不到呢 我一是担心你们迟早会疑心到我 而是要防着我师父 所以我只好把这个铜匣 藏在你这儿了 你快看看 是不是你当初搜到的那个 嗯 没错 我用刀刻在珍珠上 就是这个 错不了 师父让我从你这儿调包铜匣 我只好仿制了两个一模一样的 一个留给你 一个交给师父 清承 谢谢你 以前我帮吴三桂做事 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 现在好 以后我再也不用听命于他们 我再也不用受他们的控制 我弟弟 一定是死在吴三桂的手上 我要替我弟弟报仇 嗯 来 龙小弟 喝茶 还在为吴三桂的折子发愁啊 这朝廷的文武百官 分成了两派 一派 立主拒绝吴三桂 认为撤番势在必行 另外一派 则忌惮吴三桂的实力 或者他们其中有些人 本身就是吴三桂插在朝廷的眼线 所以立主安抚 这个吴三桂 老金巨华又贪斗无厌 龙小弟 你知道吗 他凭西王的王府啊 甚至比你龙小弟的紫禁城还要奢华 可他那些钱 不都是从云南老百姓 还有龙小弟你这搜刮出来的吗 要我说 龙小弟 你是堂堂的真龙天子 还怕他一条地头蛇不成 到时候早晚 把那老贼的脑袋给砍掉 这吴三桂就和敖拜一样 都是朕和朝廷的心腹之患 朕早晚要出职 只不过 这三番要是一同反叛的话 无论兵力还是财力 朕都没有毕生的把握呀 大师兄 大师兄 你看这样写可好 对 就这么写 康熙暂时不想跟吴三桂为敌 所以暂无撤翻的打算 不过我们要让吴三桂以为 康熙恨他恨他要死 一心想要除掉他 嗯 想来这些年 玉敖拜一直相安无事 如今康熙亲政了 我弟折子要求追加享淫 就是为了试探康熙之心 他既以一批准奏 想来对我也并无不满之意 可卿城却说 康熙以视本王为眼中钉肉中刺 势必除之而后快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父王 依孩儿愈见 那康熙在朝堂上说的话 真假难辨 反倒是下了朝堂 对他心爱女人说的话 倒有可能是真的 父王 孩儿此番进京 从亲眼所见 康熙对李一欢 那是疼爱有加 犹如红颜知己一般 对雪卿城 虽不及一欢 但也待他十分不保 既然康熙在他两个性爱的女人面前 都表达出对父王的不满 那么康熙的真正意图 便不难察觉了 康熙这个无情无疑的笑儿 当年 若不是本王放多儿滚入关 他爱心觉罗家 能做得了做不了 这大好江山还两说着呢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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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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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手握乾坤 仙峰雨子在云端 花开之间 柳红铁月掌心情绝 天与地 开在眉间 叹千桥 万事怀念 心中细流 回远方清泉 回首一生 路满满 天与地 开在眉间 叹千秋 万事欢颜 书记许清愁 望月平澜 星辰入梦 心间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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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生 我做的 唱歌 制作者 编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